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凌川 我是一名来自北京的女孩 我现在的主要工作是一名唐女郎 给一些店铺来拍摄服装 从业近10年的时间算了一下 大概拍了服装有十几万件的衣服 每天件那么多衣服 真的 对衣服都已经没有欲望 我的衣服只有一个小柜子 像这样两份就会比较好 第一份工作是做的舞美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 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份 平面模特的一个面试 没想到我就面上了 最难的地方就是 因为我是跨行业了 毕竟没有接触到 平面模特的工作 我要学习一些新的动作 就会观察一些 电视里演运奋的一些人都会 咱们比如说他们会这样拖腰 或者扶着腰这样摸肚子 这样起来 摆动作就会稍微自然一些 然后我们明天7点开始拍 7点到10点 每年的双十一 我们是属于最先忙起来的那一批 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 我们是已经开始拍羽绒服了 浑身都是黏的 然后妆都脱的不成样 那个时候 当时很忙的时候 我是最快的时候 是一个小时拍了18件衣服 在我最忙的时候 我一天的收入可以近1万多块 我们这个工作在酒店拍 然后就是因为对光线要求很高 早上四五点钟起床 然后化妆 然后我7点就是准时开拍了 斜照的光是光线最好的时候 最柔和的时候 记得以前的双十一 很多的商家 不同的商家拿来的衣服 可能都是同一款 然后经常会有撞衫的这种现象出现 现在你会发现 商家们就是拿来的款式 然后设计 包括色彩都丰富了很多 这种撞衫的情况 也都没有再出现过了 290 29的 然后 一个什么样子 穿墙 以我们这个行业来说 就是看你有没有报款 如果你有了报款 你可能就会成为爆模 火模 这个样子 第一个报款是一个3万件的睡衣 然后第二个 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一件睡衣的月子服 然后一个双十一下来 特别给到的反馈是24万件 还是挺自豪的 因为自己拍的衣服 然后被这么多人来认可 相对于996格斯间的打工人来说 我这个工作在旺季的时候 其实我会比他们还要忙 淡季的时候 我就会比996的打工人幸福了很多 因为我会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连续可以休假 可以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从刚开始只有我自己 然后一切都是我自己来打理 然后到后来 我慢慢有自己的团队 有自己的助理 然后自己的化妆师 这么多年来 是一个慢慢变好的过程 觉得能和大家一起 然后让大家发现这样美好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优优独播剧场——T Nest